Hello 大家好呀 我是苏苏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根据荣获普利策新闻奖最高荣誉的新闻报道 一桩难以置信的抢奸案改编而来 网飞9点2分 高分审剧难以置信 独居少女报警称自己遭受了性侵 在调查过程中 女孩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来自社会的伤害 并在舆论的漩涡中越陷越深 2008年 华盛顿奥克戴尔的青少年公寓中 年仅18岁的少女玛丽裹在被子中 神情恍惚地等待着警察的到来 她的前任养母朱蒂斯为她递来了一杯热水 并准备安慰几句 这时门铃响起 养母急忙开门 来的是一位年轻的警察 她走到玛丽面前 询问发生了什么 玛丽抽泣着告诉对方自己被强奸了 年轻警察听后面无表情 让玛丽完整的复述一遍事发经过 玛丽开始回忆起了那个长达四小时的噩梦 昨晚她并未外出 同朋友康纳打了两个小时的电话 大概在四点左右入睡 一旁的养母朱蒂斯补充道 这个康纳是玛丽的前男友 警察问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玛丽深吸了一口气 思绪被拽毁到了那个恐怖的夜晚 玛丽告诉警察 强奸她的罪犯头戴黑色面罩 先是蒙住了她的双眼 接着又用鞋带绑住了她的双手 在漫长而又残忍地凌辱过后 那名罪犯还拍摄了照片 并威胁道 若是玛丽敢将此事说出去 她就会公布这些大尺度的照片 年轻警察听后又询问了一些细节 可是她言语冰冷 毫无同情心 让玛丽感到极为不适 问讯结束 年轻警察对现场进行了拍照取证 不一会儿 两位负责这起案件的警探 帕克和普鲁特走了进来 奇怪的是 他们绕开年轻警察 静止走到了玛丽的面前 并让其再次复述一遍事情的经过 玛丽有些抗拒 她告诉两位警探 自己已经陈述过一遍了 可帕克却说 自己是直接负责此案的警探 必须亲自听到玛丽的陈述 就这样 玛丽的记忆再次回到了那个不堪的夜晚 帕克警官记录下了玛丽的陈述 接着将她带到了医院进行检查 玛丽被要求脱光衣服拍照 接着又进行了一系列毫无尊严的检查和体液采集 整个过程中 负责的医生并未对玛丽流露出半点的关怀 冰冷冷地操作着一切 这让玛丽感到无比尴尬 甚至可以说有种屈辱感 更让玛丽没想到的是 检查医生以记录存档为由 要求玛丽再次回忆 附属案发经过 玛丽痛苦地闭上双眼 这已经是她第三次回忆那段可怕的经历了 另一边 留在公寓的警察漫不经心地检查着现场 贴取到了少量的体液和人体毛发 而刚刚结束体检的玛丽 本以为对自己心灵和肉体的摧残终于结束 她可以回家安心静养 谁知 从医院出来后 帕克警探又将玛丽接到了警局 并要求她事无巨细地再次描述一遍被性侵的经过 这已经是玛丽第四次被带回那个残酷的场景 虽然她已经有些崩溃 可帕克却说 在很多时候 受害者在每次回忆时 总会想起一些新的细节 无奈之下 玛丽只能配合 帕克言此犀利 咄咄逼人 紧抓细节 刨根究底 玛丽只能一次次被带回那个令她绝望的夜晚 她不断深呼吸 仿佛自己才是做错了事遭受审讯的犯人 终于询问结束 帕克拿出纸笔 告诉玛丽 只要将刚刚回忆的内容写下就可以离开了 玛丽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意味着自己的精神将遭受第五次折磨 她扶着额头 直言自己的头很痛 可是帕克全然没有顾及一名受害者此刻程序照顾的情绪 依然强硬地要求玛丽写下了回忆 回到公寓后 玛丽再也难以抑制内心的痛苦 放声大哭 其实 玛丽是个命徒多喘的孩子 小小年纪就成了孤儿 之后不停在各个寄养家庭间流转 并最终来到了这座青少年公寓 这里 玛丽有自己的公寓 日常由辅导员照料 一直到成年之前 玛丽都可以住在这儿 可以说 她的美好生活才刚刚开始 结果却遭此厄运 面对伙伴们的关心 善良的玛丽还不忘提醒大家 平时要注意人身安全 一定要锁好门窗 当晚 玛丽搬去和闺蜜莎拉同住 公寓辅导员答应会为玛丽准备一个新的房间 安顿好后 玛丽忍不住给上一任养母克林打去电话 在自己众多的养母中 玛丽和克林最亲 而在听闻了玛丽的遭遇后 克林忍不住心疼地哭了起来 她万万没有想到 本就命运悲惨的玛丽还会遭此魔爪 深夜 创伤后的玛丽怎么也睡不着觉 只要她闭上双眼 脑海中就会浮现出那个蒙面人 无法入睡的玛丽掏出手机 给前男友康纳拨去电话 这才度过了漫漫长夜 第二天 玛丽搬到了新的房间 就在她收拾着自己的新住所时 放心不下的养母克林来了 她将可怜的玛丽拥入怀中 嘴里喃喃地说着对不起 是自己没有好好照顾玛丽 为了弥补心中的亏欠 克林带着玛丽一起去超市采购新的闯单被套 玛丽开心地踩着推车 在货架间转悠 她还想购买自己先前的那款床单 可是却并未在货架上找到一模一样的款式 为此 玛丽找到售货员 要求对方去仓库帮忙查看是否还有多余的库存 可售货员表示 所有库存都已出样 如果货架上没有 那就代表已经卖光了 玛丽一听 瞬间收起了笑容 她不依不饶 表现得极其烦躁 声称 自己偏偏就要那一款床单 一旁的克林觉得玛丽有些无理取闹 简直不可理喻 如果是她遭遇了这样的事 自己绝对不会想要再看到那个床单 玛丽反驳道 你又不是我 气氛瞬间降至冰点 玛丽随意拿起了货架上的四件套 没好气地丢进购物车 回到公寓 克林留下来陪玛丽一起收拾 同其他受害者不同的是 玛丽并未流露出太多消极的情绪 这让克林有些不解 她询问玛丽 难道不需要和自己好好谈谈这件事吗 自己来这儿就是想要为玛丽做心理疏通 玛丽回答称 自己很好 手中不停忙碌着 克林见自己帮不上忙 便选择了离开 可是她前脚刚走 玛丽便停下了手中的活 呆呆地站在原地 看起来的漫不经心 看起来的若无其事 不过是这个女孩故作坚强的伪装而已 克林离开后觉得有些不对劲 便给玛丽的前任养母朱蒂斯打去了电话 描述了玛丽的反常 谁知 朱蒂斯停后竟直接找到了帕克警探 她细数了玛丽悲惨的过往 直言 这些经历使得玛丽变得既自卑又敏感 性格极其复杂 在和玛丽的相处中 朱蒂斯发现 这个女孩总爱刷存在感 她非常渴望得到别人的关注 朱蒂斯觉得 此事会不会也是玛丽 为了博得大家的关注和同情而一手策划的呢 再加上 事后玛丽的反应快过平淡 全然不像是遭受过性侵 所以 养母朱蒂斯怀疑 玛丽压根就没有遭到性侵 为了让帕克警探更加信服 朱蒂斯直言 自己也曾在20多岁时遭到过性侵 她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并且会有怎样的表现 此外 朱蒂斯还列举了玛丽描述中的可疑之处 比如携带如何绑人 罪犯没有携带绳索 却戴了五珠眼睛的眼罩 朱蒂斯猜测 这很可能是玛丽和某个男孩交往时 被对方拍下了大尺度的照片 为掩人耳目 玛丽这才想到报警 称自己遭到了性侵 朱蒂斯还搬出了柯林 强调 对方也觉得玛丽的行为举止很是反常 这番话可谓直接影响了帕克警察心中的判断 玛丽再一次被叫到了警局 帕克试探性地询问 玛丽是否是在给前男友打电话无果后 才剪开了绑在手上的鞋带 玛丽不假思索地回答称 是的 全然没有意识到 这是帕克故意留下的逻辑陷阱 因为正常的情况下 应该是先解开鞋带再拨打电话 玛丽的回答无疑加深了帕克的怀疑 随后 帕克警察又找到了玛丽的前男友康纳 确认在案发当天 玛丽的确给康纳打去了电话 康纳回忆道 当时玛丽告诉自己她遭到了强奸 并且在蒙面人走后 她是用脚趾拨打的电话 回到警局 帕克找来了普鲁特 两人共同探讨着玛丽陈述中的漏洞和疑点 帕克觉得用脚趾打电话这样的细节 实在特殊 玛丽没有道理会忘记 并且从现场来看 没有入侵的痕迹 没有有效的指纹 没有体液 就连歹徒使用的工具 比如鞋带和刀 也都是玛丽自己的 帕克心中一斗丛生 就这样 玛丽又一次被叫到了警局 这一次 她直接被当成了犯人 两位警探居高临下 直指玛丽的话漏洞百出 光是描述拨打电话 就出现了四种情形 玛丽解释称 自己可能有些糊涂 对于一些细节的阐述存在了偏差 帕克直指 压根就不存在强奸犯 一切都是玛丽为博取关注而意造出来的 玛丽听霸 瞬间惊呆 帕克警探还在喋喋不休地描述着 自己编造的版本 在经历过一系列糟糕的时候 玛丽终于迎来了第一次独立生活 可是刚刚和男友分手的她 倍感孤独寂寞 于是心血来潮 在未经深思数略后 冒出了这样的想法 以求得别人的关注 玛丽听后 浑身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 曲解和侮辱 令她痛不欲生 她再也无法经受这样的折磨 为了能尽快离开 玛丽含泪承认自己说了谎 没有人强奸自己 眼前的两位警探 听到了他们想要的回答 不由地长舒了一口气 案子终于可以完结 两位警探告诉玛丽 只要写下口供就能离开 他们丢下玛丽 有种大功告成的快感 不久 玛丽便完成了口供 可是这显然同警探 想要的回答不一样 玛丽手足无措地 看着发怒的警探 小心翼翼地回到座位 重新写下了一份口供 案子宣告终结 可是玛丽的厄运才刚刚开始 回到公寓 辅导员将玛丽叫到身边谈话 玛丽解释称 自己并未说谎 她真的遭到了强奸 可是警探让自己一遍又一遍地 重复被侵害的过程 她不想再遭受这样的折磨 只想快点回家 于是就顺着警探的意思说话 辅导员表示 既然如此 那就应该去警局撤回口供 就这样 在两位辅导员的陪同下 玛丽再次踏进了警局 简讯时 普鲁特警探 厉声质问玛丽 又为何反悔 是否有人逼着她修改证词 玛丽表示 自己只想说出真相 普鲁特听伴站起身 十分严肃地看着玛丽 她斥责玛丽 将警局当成了游乐场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玛丽哭着表示 自己可以接受测谎测试 证明所言非虚 普鲁特已经认定 玛丽是个爱撒谎的女孩 于是威胁到 如果没有通过测谎测试 那玛丽就会因为涉嫌 报假警而被逮捕 就这样 因为警察的官僚做派 玛丽放弃了最后一次 为自己申诉的机会 事后 普鲁特得意地告诉两位辅导员 玛丽向自己吐露 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 回到公寓 原本对玛丽深表同情的伙伴们 也都开始斥责她的行为 玛丽感到无比崩溃 绝望之下 她想到了跳河自尽 可是望着下面湍急的河水 玛丽还是选择了放弃 她摊坐在桥栏边 觉得自己的人生无比黑暗 另一边 负责意外伤害赔偿的工作人员 给帕克警探打来的电话 根据条款细则 玛丽可以获得一笔赔偿金 在此之前 她需要进行情况核实 谁知 帕克警探之言 一切不过市场闹剧 当场剥夺了玛丽获得赔偿的权益 由于投顶着爆甲井的屋垫 玛丽之后的生活 可谓跌至谷底 县市媒体对此事大肆报道 辅导员考虑到这件事的影响 为了公寓的名声 随即对玛丽做出了限制自由的处理 明明是受害者的玛丽 不仅要背负骂名 还要被这般严加管教 就像是个犯事的孩子 多重打击下 玛丽变得精神恍惚 工作时也常常出错 心烦意乱的玛丽 骑车来到了前阳母克林的家中 想要排遣心中的苦闷 感受一下来自家人的温暖 可是养父一见玛丽进了院子 便迎了出来 推托说 养母外出有事不在家中 玛丽表示 自己可以进屋等候 可养父却表现得很是奇怪 看起来似乎并不想让玛丽进屋 同时委婉表达了 他们两人最好不要共处一事 至此 玛丽终于听懂了养父的意思 她意识到 自己彻底被全世界所抛弃 于是含泪 骑车离开 弱小孤独又无助的背影 消失在了茫茫夜色 时间来到2011年的克罗拉多 女警杜瓦接到一则报警 本地黑山公寓 发生了一起性侵事件 杜瓦驱车赶到后 第一时间找到受害人 关切地询问对方 现在身体状况如何 是否需要医生 女人摇了摇头予以拒绝 杜瓦并未勉强 而是贴心地将受害者 带至自己车上 然后拿出纸笔表示 自己现在需要了解一些情况 毕竟像性侵这样的伤害事件 受害者更需要在一个私密的空间中进行倾诉 据了解 这名受害者名叫安伯 案发时 独自一人在睡觉 而她的男友才刚刚于前一晚离开 尽管安伯一直面带微笑 可同为女人的杜瓦看出 安伯僵硬的笑容 其实是在掩饰内心的痛苦 她告诉安伯 不需要刻意微笑 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反应 在杜瓦的耐心开导下 安伯想到了很多细节 比如 戴图是一个白人 身高在1米87左右 体重80公斤上下 穿了黑色的上衣 灰色的运动裤 曾拿枪威胁自己不要报警 戴图的离开时间是晚上12时30分 实际侵害前 戴图还给安伯换了衣服 将她打扮得像个妓女 离开前 戴图还用一台粉色的相机 拍摄了很多照片 其左小腿有一处胎记 自己前后 共被侵犯了8次 在这一过程中 安伯曾试图和罪犯聊天 套取信息 并获知 这名罪犯 竟然会四个国家的语言 甚至还去过韩国 泰国和菲律宾 杜瓦询问安伯 是否还有要补充的地方 安伯表示 自己暂时只能想到这么多 杜瓦继续安抚着安伯的情绪 并告知 她接下来会对其身体进行取证 因为受害者的身体 也是破案的关键 而她会先用棉棒 从安伯的脸部采样 看看能否提取到罪犯的DNA 安伯表示 罪犯在性侵结束后 已经逼着自己进行了冲洗 杜瓦解释称 他们需要按流程操作 说完拿出棉棒轻轻拂过 尽可能地降低安伯的不适感 随后 杜瓦将安伯带到医院 进行更详尽的检查 杜瓦亲自陪同 并为安伯检药介绍了流程 以减少她的紧张感 检查结束 安伯忽然想到了什么 她告诉杜瓦 自己怀疑这名罪犯 并不去第一次做这样的事 因为她看起来十分熟练 杜瓦若有所思 她问安伯 接下来打算去哪里 安伯并不想回到 那个可怕的地方 表示自己会给朋友打个电话 她背过身 开始抽气 杜瓦明白 刚刚只是安伯 在强装坚强罢了 送走安伯后 杜瓦再次返回到了案发现场 可同事却说现场被处理得非常干净 罪犯甚至带走了被害人的床单被套 并无太多有用的线索 杜瓦告诉同事 根据安伯的回忆来看 罪犯已经盯着她很久了 就连她晚上会对着镜子自言自语也一清二楚 更诡异的是 安伯几周前丢失了一根发带 没成想案发时 对方竟然直接从包中掏出了发带 将安伯的双手捆住 看来这名罪犯还曾潜入过安伯的房间 回到警局 杜瓦马不停蹄地着手开始调查 她不断回想着安伯的陈述 反复观察比对现场的照片 绝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这和敷衍草率的帕克和普鲁特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晚上回到家 杜瓦向同围警察的丈夫聊起此案 丈夫说 他们单位最近也接到了一起类似的案件 她建议妻子联系自己的同事格雷斯 看看是否能找到共同之处 第二天 杜瓦马不停蹄地找到格雷斯 可是忙碌的格雷斯 根本抽不出时间同杜瓦坐下来戏聊 她直接将杜瓦带到了自己的车上 杜瓦说起了安伯一案的情况 格雷斯震惊地发现 两起案件竟然有着太多的共同点 同样的蒙面人 同样强迫受害者洗澡 现场同样不留痕迹 罪犯甚至如出一辙地卷走了受害者的被露床罩 格雷斯直言自己找遍了案发地附近两英里的水沟和垃圾桶 雷娜告诉两位警探 雷娜告诉两位警探她发现自己抽屉中的200元现金和一部粉色的索尼数码相机不翼而飞 很可能是被罪犯一起带走了 杜瓦联盟记下这条关键线索 因为安伯曾提到罪犯拿出了一台粉色的相机对自己拍照 这时杜瓦联盟问雷娜是否注意到罪犯的左腿有一个胎记 雷娜表示并未留意 她至今都想不起任何细节 雷娜为自己不能提供更多的线索而深表歉意 格雷斯连忙安慰这很正常 是人体的一种自卫机制 雷娜无需感到自责 尽管格雷斯看起来雷厉风行 外表强悍 但她给足了受害者人道主义的关怀 懂得设身处地地为受害者着相 从雷娜家出来后 两名女警探相互交换了各自的信息 他们几乎可以断定这两起案件是同一人所为 杜瓦表示她会创建一个共享链接 以便他们共同分享案情 接下来 格雷斯走访了当地的商店 以粉色相机为突破口 继续挖掘线索 杜瓦则来到了安博的家中 将伤害赔偿金交给对方 安博的男友问起了案件进展情况 杜瓦摇了摇头 表示还未抓到罪犯 不过他们发现了另一起类似的案件 有可能是同一人所为 安博的男友有些愤怒 他告诉杜瓦 自己在一本书上看到过 如果在七天内抓不到罪犯 那之后想要再抓到对方的机会 就会大大降低 而现在已经过去了49个小时 警方只剩下五天的时间捉拿嫌犯 男友质问杜瓦 为何还有心思坐在这儿同他们闲聊 杜瓦被驳得无言以对 冲回警局继续跟进 可当下属告诉他 实验室的数据还未上报时 杜瓦瞬间气炸 他数落手下为何不及时跟进 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暴力强奸犯 此人随时随地都可能再次闯进 另一个女人的公寓实施犯罪 给另一个女人带来终身无法消去的阴影 性侵案对受害者的影响 就如同是挤住中枪一般 持久且痛苦 杜瓦希望自己的团队可以投入百分百的努力 如果有人无法接受 那或许应该考虑更换团队 杜瓦的这番训斥 让几名手下不得不卯足干劲 打起了12分的精神 晚上 杜瓦调来监控 加班加点地排查案发前 从安博家门口经过的车辆 其中 一辆后视镜有些破损的白色马自达 引起了杜瓦的注意 在事发前 这辆车在安博家门口来回徘徊了十余次 十分可疑 可是由于画面太过模糊 无法看清车牌号码 这时助手前来汇报 他们在安博脸上提取到了七八个陌生人留下的皮肤组织 只是细胞数量太少 无法在数据库中进行比对 也无法建立DNA档案 格雷斯这边的调查也陷入僵局 半人档案中并无左腿留有胎记的记录 并且那台粉色的索尼数码相机也未留到市场中 杜瓦找到格雷斯的团队相讨对策 其中一名技术人员提出 他们可以通过一种最新的检测技术 利用歪染色体来找出对方来自哪一个家族 不过这项技术只能锁定目标男性的家族范围 并不能精准确定具体是谁 这时杜瓦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 如果不是丈夫和自己提及 他们警局也有类似的案件 他根本不会想到这是一起连环案 平时各个警局之间其实没有往来互不联系 兴许罪犯重视利用的这一点 在每个不同的辖区流窜作案 再加上此人的反侦查意识极强 杜瓦不禁大胆猜测 这名罪犯是一位警察 想到这儿 两名女警探开始在系统中 搜索近五年来未侦破的抢奸案 因为如果他们面对的是一名连环抢奸犯 那么受害者绝不会仅仅只有现在的两人 尽心尽责的两位女警 废寝忘食的逐一排查 终于发现了一名72岁的受害者 其描述的细节几乎和现在的这两起案件相一致 格雷斯和杜瓦相视一笑 两人发誓 就算绝地三尺 也要将这个十恶不赦的恶魔揪出来 画面切换到2008年的华盛顿 玛丽报假警的新闻愈演愈烈 舆论一度甚嚣沉上 一时间 她成了被针对被网爆的对象 前任养母朱蒂斯来到玛丽打工的超市 打着为她好的名义 不由分说就要上来抢夺玛丽的手机 玛丽觉得养母的行为很是奇怪 坚决不从 可当她打开手机后 各种乌言慧语映入眼帘 铺天盖地都是对玛丽的谴责和谩骂 这个可怜的女孩再次感受到了来自社会深深的恶意 她成了众矢之地 成了被嫌弃的对象 路上 养母朱蒂斯还不忘数落玛丽 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愿意相信她了 玛丽一听 趁着等红灯之际 愤而跳下车自己骑回了公寓 然后趴在床上嚎啕大哭 前男友康娜看到媒体的报道后前来探望 她将玛丽带至海边散心 康娜告诉玛丽自己相信她 可是无法理解玛丽为何要承认撒谎 玛丽常常地叹了口气 一脸无奈 从小到大 一些大人总会逼迫她 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 她曾试过反抗 可是结果只会更加严重 因为大人更加强大 玛丽知道自己赢不了 她只希望一切快点过去 康娜安慰道 风波总会渐渐平息 总有一天 人们会忘记这一切 不再关注这件事 玛丽憧憬着 这一天快点到来 届时 自己已经拿到了驾照 也攒够了钱 可以给自己买辆车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在康娜的鼓励下 玛丽心头的乌云 暂时得以消散 可她刚回到公寓 又一个噩耗传来 原来警局要以报假警的罪名 起诉玛丽 看着手中的船票 玛丽仿佛当场愣住 她明明没有犯罪 却要承受这些 惨绝人寰的毁灭性伤害 这个脆弱的女孩 此刻是如此孤立无援 前三集的内容至此结束 可怜的玛丽将何去何从 与警格雷斯和杜瓦 又能否早日抓到变态嫌犯呢 敬请期待下期内容 在上期视频 《难以置信》第一至三集中 我们讲到 女孩玛丽惨遭性侵 却不被相信 甚至要被无良警察起诉 报夹警 可怜的玛丽被推入了可怕的漩涡 人生混沌不堪 与之相反的是 另外两名女警在面临此类案件时 尽心尽责 绝不放过任何一个蛛丝马迹 他们怀疑 这名连环抢奸犯 很可能是警局内部人员 并且深谙不同辖区的警局间 互不交流的特点 那么这两名女警 能否顺藤摸瓜 救出背后的嫌疑人呢 下面开始讲述 《难以置信》第四至五集的内容 女警探杜瓦和格雷斯 仔细筛查了近五年来本地区悬而未破的强奸案 发现一名72岁老太太的遭遇 同他们的受害者如出一辙 不过 她的遇害时间更早 大约在2009年的中下旬 杜瓦和格雷斯得知情况后 第一时间来到对方家中 老太太性格开朗 为人友善 正在出访玛丽的干活 可就在格雷斯提到那起 发生在老太太身上的案件时 她如同被击中一般 突然停下了手头的工作 点燃 这场噩梦对老太太的影响依然存在 她努力平复心情 等缓过神来后告诉两位警探 她尽力让自己忘却那段极其痛苦的日子 可是一次次午夜梦回 那个恶魔的身影却总是如影随心 老太太回忆道 罪犯的言行举止很是温柔 她不知道这样形容是否恰当 杜瓦立刻安慰道 自己的受害人也向自己吐露过这种感觉 老太太松了口气 继续说道 在被侵害的过程中 自己曾试图和罪犯对话 并获知 对方一直以来都在压制体内的这种冲动 不过有一天 她还是屈服了 实施了犯罪 侵害结束后 老太太看见对方在浴缸放水 她本以为对方是要溺死自己 却没想到 对方只是要求老太太去洗澡 洗刷犯罪重据 而在去浴室的路上 老太太依稀记得 罪犯不慎碰倒了一个水晶球 扶起后 忘了清洁球面 事后 警方也在水晶球表面 提取到了少量的皮肤组织 在获得了这条重要线索后 杜瓦和格雷斯直奔联邦调查局 将三名受害者的检验样本交给负责人 并希望可以加快检测进度 负责人承诺 会在48小时内给出结果 格雷斯希望 可以启动暴力罪犯逮捕计划 可负责人表示 体制有时并不完美 只有当嫌犯行为独特时 才能适用暴力罪犯逮捕计划 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 杜瓦和格雷斯的嫌犯 只是普通犯人而已 并且受害人分布在各个辖区 年龄不同 肤色也不同 可以说是无差别作案 这些信息根本无法缩小范围 看着欲言又止的格雷斯 负责人询问 两人是否还有要补充的内容 杜瓦看向格雷斯 可是他并未提及 这很可能是内部人员犯案的情况 这时负责人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杜瓦和格雷斯的嫌犯 在第一次作案后 有一个很大的间歇 大概在一年半后才第二次作案 而在第二次犯案和第三次犯案之间 仅仅隔了五周时间 间歇在变短 罪犯在加速 并且在老太太家犯案时 他并未携带枪支 而后的两起案件 他都会用枪对受害者进行威胁 说明罪犯的暴力程度也在加深 一旁的杜瓦觉得 这就像是尹君子 需要更大的刺激才能获得满足 格雷斯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如果再不尽快逮捕罪犯 做不定下次 他就会对受害者口动扳机 两位女警意识到 逮捕罪犯已经溅在弦上 刻不容换 从调查局离开后 杜瓦询问格雷斯 为何不直接说出黑警一事 格雷斯直言 这么做对他们的调查并无好处 如果抖出此事 用不了多久 他们俩在整个州都会出名 大家都会知道有两名女警 不遗余力地想要抓捕自己人 那么接下来两人的调查工作 也会难以推进 画面来到三年前的华盛顿 玛丽纠结了几日后 在忐忑不安中拿着传票来到了法院 看着形形色色的人们 她感到迷茫又无助 玛丽找到工作人员询问 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 结果工作人员一查 发现玛丽已经错过了昨天的开庭 基于这样的情况 很快玛丽就会遭到逮捕 玛丽吓坏了 自己根本不知道上庭的日期 工作人员又在系统中进行了查询 这才发现 庭审通知和传票 寄到了两个不同的地址 原因是寄送这两份通知的部门 并不是同一个 他们彼此之间互不交流 玛丽觉得这对自己很不公平 工作人员安慰她 双安勿造 自己来想办法 最终 在她的协调下 玛丽的逮捕令被撤回 对她的听证改在今天下午举行 工作人员将易达资料交给玛丽 让她转交给自己的律师 玛丽感到有些不知所措 她并没有律师 热心的工作人员眼急手快 逮到了一名刚刚下庭的公社辩护人 修斯 看着楚楚可怜的玛丽 修斯只得将她带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了解情况 修斯觉得很奇怪 通常而言警方不会因为报假警而起诉 她询问玛丽是不是得罪了谁 对此玛丽更是一脸懵 她哪里敢得罪警察 下午的听证会上 修斯为玛丽进行了无罪辩护 听审结束 玛丽被告知一个月后 他们会再次出庭 她不解的询问修斯 无罪辩护不就意味着她又要说谎吗 在真真假假间玛丽已经彻底迷失了方向 她害怕说谎会为自己带来更大的灾难 修斯告诉玛丽如果承认有罪 那罪轻也会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罚金五千 如果被判处无罪 那她就会去找地区检察院同对方谈条件 这叫诉讼交易 玛丽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修斯叮嘱玛丽 在自己和对方谈判时 玛丽千万不能出任何差池 不能参加派对 不能和警察扯上关系 谈判期间要表现得尽可能完美 从法院离开后 心情烦闷的玛丽来到养母克林家吃饭 她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认为自己很快会面临牢狱之灾 看着愁眉苦脸的玛丽 克林安慰她 法官一定不会这么做的 这时 新闻里播报了一则新闻 一名63岁的女教师 凌晨遭到了蒙面人的袭击和强奸 对方手持武器 将受害人捆绑起来 并拍下了大量不雅照片 养母克林惊觉 这和玛丽的经历一模一样 她不可思议地看向玛丽 满眼心疼 看来一切并非玛丽凭空捏造 她确实遭到了惨绝人寰的性侵 克林提议 现在就给警方打电话 说明真相 玛丽一听急忙阻止 因为律师休斯提醒她 协商期间不能和警察扯上关系 就算警方来了 自己该从何解释 又有多少人会相信她的话 最后 心力焦脆的玛丽丢下一句 我没有被强奸 什么都没有发生 哽咽者转身离开 回家后的玛丽还是没有忍住 她打开电脑 阅读起了这篇报道 看着下面的证据热信电话 玛丽犹豫了 她渴望说出真相 也希望罪犯可以尽早被神之以法 可是她又害怕 再次遭到公众的指责 被大家的口水淹没 考虑再三 玛丽默默放下了电话 她的人生 再也经不起任何折腾了 画面来到三年后 杜瓦和格雷斯的团队 开始奋力捉拿嫌犯 杜瓦本想从那辆后视镜破碎的马自达下手 排查附近各大汽车修理厂 可是依旧毫无进展 由于受害人安博曾说过 嫌犯告诉过她 自己去过很多国家 还会四国语言 于是两位女警调取了在过去几年中 有过当兵经历的警察资料 由于人员数量太多 他们只能着重筛查了 有过犯罪前科的人员 结果一共找到了八人 在按照身高体重进行排除后 就只剩下了一人 可是这个人还未出狱 显然也不可能是她作案 这时一旁的女警提出 其实37%的抢奸犯 都有过家暴的行为 他们可以去系统中检索 看看有多少警察 曾因家庭暴力而被逮捕过 格雷斯转念一想 警务人员的家暴记录 都在内务档案系统中 他们根本没有权限查询 看来这条路也已被毒死 调查再度陷入瓶颈 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拿着警方发布的案件公告 主动找到了杜瓦 他向警方提供了一条线索 那就是自己的一名同学 曾猥亵过女生 杜瓦听后 立刻进入到了对方的社交平台 让他震惊的是 这名嫌疑人的左小腿处 恰好有一块胎记 杜瓦立刻将嫌疑人的照片 拿给安博辨认 可由于案发时 嫌犯头戴黑色面罩 所以安博也不知道 对方到底是何模样 杜瓦关切地询问安博 近来可好 当得知 安博已经和男友分手后 杜瓦很是意外 安博解释称 自从她遭遇了性侵一事后 男友总是倍感压力 并最终无法承受 选择与自己分手 杜瓦发现 安博的状态很是糟糕 看来这场厄运 在她心中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创伤 而杜瓦能做的 就是尽快破案 回到警局 杜瓦第一时间审问了那名嫌疑人 此人虽然品行不端 却有着不在场证明 并且 起左小腿的印记 也不是胎记 而是一处纹身 杜瓦感到了深深的无力 晚上的聚会中 其他辖区的女警提到 她们那儿也有一起 类似的案件 当时这起案件被定性为入室抢劫 日则去一起强奸未遂案 受害人莉莉在面对侵害时 选择从二楼跳下 虽然受了很重的伤 却也躲过了一劫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 已经有多名女性遭到了侵害 警局发出提醒 希望女性在独居时要注意安全 晚上就寝前 切记一定要锁好门窗 杜瓦怂了口气 可格雷斯却觉得 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犯罪 谨慎的人即使没有警方的提醒 也会有所提防 而那些粗心的人 即使看到了提醒 也未必会引起重视 在她看来 只有真正抓到罪犯 才是治本之策 晚上 格雷斯找到了身为检察长的丈夫 希望对方可以利用植物之便 为自己查找有关内部人员因家暴被逮捕的记录 可铁面无私的丈夫当场拒绝 第二天 格雷斯登门拜访 找莉莉了解情况 由于对警方失去了信任 莉莉显得有些不耐烦 对格雷斯的态度也不友好 她大致陈述了案发的过程 并表示自己虽然免于被性侵 但从楼上跳下后却受了很严重的伤 横骨粉碎性骨折 断骨直接刺穿了肺部 好几个月都没法去上班 为了治病 她更是花费了巨资 莉莉不解 警方为何要把如此恶劣的事隐藏起来 自己多次反应情况 可最后却被压了下来 格雷斯本想解释 是因为证据太少 谁知莉莉语出惊人 直言 这是因为袭击自己的人是警察 所以他们才想要掩人耳目 格雷斯心里一愣 盲问莉莉 为何会有这样的想法 莉莉表示 在此事发生后 大约过了一周的时间 她又听到楼下传来响动 于是果断报警 不多久 就有一名巡逻的警察到访 莉莉从可视门铃中发现 对方举起手电筒的姿势 竟然和嫌犯拿着匕首的样子一模一样 她以为对方就是袭击自己的罪犯 大声尖叫着让对方离开 另一边 杜娃找到了当时负责莉莉一案的警探 两人探讨到莉莉怀疑的那名警察时 警探称 对方根本没有作案时间 案发当晚 这名警察和妻子出去度假了 这名警探也吐露 自从她质疑莉莉饮酒过量 而产生了幻觉后 莉莉就更加认为 是警察在包庇自己人 失去了对警察所有的信任 随后 这名警探将自己 先前在案发现场发现的脚印和手套印交给了杜娃 经过比对 杜娃的手下发现 这些印记和先前在安博家 雷娜家留下的痕迹 几乎完全吻合 由此可以断定 犯案的是同一人 格雷斯这边 拿到了一副 莉莉找人给罪犯做的素描 只可惜 上面的嫌犯只露出了一双眼睛 根本无法辨认 镜头再度回到三年前 养母克林在意识到 玛丽确实遭到了强奸后 第一时间找到另一位养母朱蒂斯商量 可朱蒂斯却始终觉得 是玛丽故意捏造了被强奸一事 毕竟 最后她的反应太过平淡 完全没有一个刚刚遭受侵犯的女孩 该有的反应 克林觉得 或许每个人的反应是不同的呢 朱蒂斯表示 她不希望玛丽再和警察纠缠 那样只会徒增无休止的麻烦 她的愿望就是律师修斯 可以摆平一切 而这也是玛丽最好的结局 克林看着眼前这个怕事又自私的女人 认为她的这番想法会彻底毁了玛丽 从朱蒂斯那离开后 她忍不住给新闻中 负责那起强奸案的警探打去了电话 得知情况后 这名警探又同负责玛丽案的警探帕克 取得了联系 想要相互交换线索 互通有无 谁知 帕克漫不经心地告诉对方 玛丽报的是假警 毫无参考价值 对方警探再次确认 两起案件有着高度的相似性 很可能是同一人作案 帕克十分肯定地告诉对方 他们已经就报假警一事起诉了玛丽 就这样 因为帕克的不负责任 玛丽再一次与公平正义失智交臂 回到工作岗位的玛丽处处遭受别人的冷艳 甚至还会遭受猥琐男同事的骚扰 几度郁闷的玛丽对着来接她下班的康纳大发雷霆 将所有的苦闷全都发泄了出来 康纳觉得玛丽不可理喻 扭头就走 主管听见动静 跑来斥责玛丽不注意影响 忍无可忍的玛丽当即提出了辞职 她愤而骑回公寓 拿出相机 将曾经和朋友们的合照悉数删除 归类斩断过去 决定与世界隔绝 画面再度切回到三年后 女警杜瓦在教堂做礼拜时 偶然遇到了自己的受害者安博 她的状况看起来很差 活动结束后 杜瓦追上安博 谋问对方的状况为何看起来这么糟糕 安博的脸上没有了往日故作镇定后的笑容 她吞吞吐吐地告诉杜瓦 为了排解心中的烦闷 自己买了把枪去了射击场 结果鬼使神差的和那里的两个男人发生了关系 事后 她也不明白自己为何会做出这样的行径 杜瓦急忙安慰安博 这是因为她遭受了巨大的创伤 想要再次获得安全感和控制感 杜瓦建议安博去参加互助小组 那里的人们会理解她的遭遇 也会给予她帮助 回到警局的杜瓦又再次投入了调查工作 经过筛查 调查小组发现在2000年至2008年期间 坎塞斯州也发生过一起类似的强奸案 根据档案上的记载 袭击者是一名白人 年龄为26至35岁 戴着黑色头套 会用摄像机拍下自己的犯罪整个过程 之后会逼迫受害者进行洗澡 冲刷掉犯罪证据 不过 在2008年1月后 这名罪犯似乎销声匿迹了 为了获得更多的线索 大家已至决定 由杜瓦前往坎塞斯州 进一步了解线索 格雷斯则根据凶手留下的鞋印和手套印 还原实物 再调出所有零售商的销售数据进行追踪 另一名小组成员表示 他手中有一份近五年来 针对家暴者限制令的名单 他们可以同时对比有军事背景的警察名单 逐一排查 格雷斯表示了认同 他还指派手下 调出每位受害者住所附近半英里内的监控 查看是否有可疑的车辆 格雷斯怀疑 罪犯除了袭击受害者外 还会有别的一些行为模式 比如监视 跟踪 可以以此作为一个突破口 这边 杜瓦来到了堪塞斯州的警局 当时负责这起强奸案的警察 将他带到档安室 为其找到了当时的卷宗资料 杜瓦注意到 箱子内还放着一本名为 强奸见证指导的书 他好奇地拿起来翻阅 一旁的警察解释道 这本书原来是用来训练警察破案的 结果有一次 自己无意间在暗网的留言板上发现 有人将此作为犯本 用来研究警察是如何抓捕强奸犯的 这些家伙 将这本书作为模板 从而避免踩中陷阱 警察的话让杜瓦意识到 虽然堪萨斯州的这起案件 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但不能排除 这是两个人在参照同一本书作案的可能 杜瓦感到有些失望 好在 格雷斯这边有了一些突破 通过比对 调查小组找到了一名 有过服役经历的警员 和嫌疑人的画像十分接近 有过家暴经历 是一位白人 身高体重也十分契合 格雷斯再次求助于丈夫 希望对方能为自己查找 关于这名警员的内部资料 可不论格雷斯怎么哀求 丈夫始终坚守原则 不为所动 再次拒绝了格雷斯 气得格雷斯直言 如果再有无辜的女人受害 丈夫一定会遭受良心的谴责 不甘就此放弃的格雷斯 打算继续追查 可是面对重重困难 两位女警探能否迎来柳暗花明 抓到狡猾的嫌犯呢 预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期视频的大结局 一一揭晓 在上期视频 《难以置信》第四至五集中 我们讲到 女警杜瓦来到坎萨斯州 调查连环强奸案 结果却在案终中 发现了一本 《强奸见证指南》 杜瓦意识到 这很可能是两名嫌犯 参照了书上的做法罢了 调查重回原点 恶魔还在人间肆虐 兢兢业业的两位女警 到底能否取得最后的胜利 下面开始讲述 《难以置信》大结局 第六至八集的内容 回到办公室后 杜瓦将那本 强奸犯们参照的母本 带到了格雷斯面前 毫无线索的她倍感失望 并且此数销量达数千本 根本无从追查 线索再次中断 两位女警陷入了沉思 这时受害者莉莉 手持一把匕首来到警局楼下 点名要找格雷斯 负责接待的警员见此情形 急忙叫来了一旁的安保人员 紧人合力控制住了莉莉 审讯室里 莉莉一脸无辜 直言自己并不是来找麻烦的 今天早晨 她在收拾花园时 无意间发现了一把匕首 莉莉一眼认出 这是一年多前 那名罪犯的作案工具 她向两位女警吐槽 警察办案是有多么不负责 如此明显的证据也会被忽略 面对莉莉喋喋不休的数落 格雷斯和杜瓦承认 先前的那位警察存在失职行为 但她坚定地告诉莉莉 现在此案已经交由他们在负责 他们会尽全力逮捕嫌犯 莉莉没好气地质问两名女警 是否已经有了明确的对象 格雷斯和杜瓦沉默不语 莉莉没好气地扭头就走 眼神中满是对警方的不信任 杜瓦赶紧将莉莉带来的匕首拿去化验 可是因为时间太过久远 上面已经没有有效的指纹和DNA了 格雷斯打算继续调查那名 既有服役经历 又在家暴限制令名单中的警员马希 就目前的线索而言 此人嫌疑最大 格雷斯将手头仅有的资料交给下属 叮嘱对方 不论用何种方法调查 一定要低调 当晚 格雷斯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家 谁知 丈夫竟然为他带来了马希的档案资料 格雷斯感到很是意外 向来铁面无私的丈夫竟然会帮助自己查询内部资料 丈夫称 自己翻阅过马希的档案 此人确实不是个善差 尽管自己破坏了规矩 但他还是希望妻子可以尽快查明真相 有了丈夫的支持 格雷斯的斗志重新点燃 第二天 好消息传来 手下告诉格雷斯 自己从靠近四个犯罪现场的手机信号发射台 拿到了性侵发生之前两个小时的大量数据 他在这些数据中搜索到了马希的电话号码 结果发现 两起案件的事发当晚 马希均出现在了作案地点800米的范围内 而另外两起案件中 虽然没有出现马希的电话信号 但也不能排除他在现场的可能 只能说明马希当时并未拨打电话 如此看来 马希的作案嫌疑最大 深夜 格雷斯来到了马希长区的酒吧蹲守 果然不一会儿 马希便现身了 格雷斯故意吸引马希的注意 邀请对方喝酒 实则是想要采集酒瓶上的DNA信息 谁知 聪明的马希一下就识破了格雷斯的想法 并当场点破格雷斯警察的身份 最后 他不懈地朝格雷斯脸上淬了一口口水 毫不客气地表示 万一实验室搞砸了 自己还能给出更多 在被马希狠狠羞辱了一番后 格雷斯提着酒瓶去实验室化验 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 因为马希也不是他们要找的嫌犯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杜瓦正在追查各大色情网站 他认为 这名连环强奸犯在每次犯案时都会拍下受害者的照片 而这些照片很可能会被对方卖给色情网站 搜索时 杜瓦特意增加了捆绑 强奸等关键字 以期可以找到蛛丝马迹 可是结果依旧差强人意 案件陷入僵局 压抑的气氛笼罩了整个调查小组 处处碰壁的格雷斯显得有些烦躁 他抱怨道 调查小组明明掌握了大量的信息 他们知道罪犯的身高体重 眼睛的颜色 头发的颜色 有着什么款式的相机 就连其胎记的形状位置也一清二楚 可到头来 却是他们白忙活一场 从开始到现在 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一旁的杜瓦安慰道 看不见路 不代表没有路 结果被心情不佳的格雷斯毫不留情地抨击了一番 在格雷斯的职业生涯中 他从未感到像现在这般无助 他想象着 这个恶魔现在正开着车到处逗风 猎取他能找到的最脆弱的女人 从而瞅准时机 伸出恶魔之爪 随有警员听后 沉默不语 画面回到三年前的华盛顿 玛丽听从了律师修斯的建议 决定认罪 通过谈判 律师为玛丽争取到了最亲的处罚 只要每个月去甲氏关那里报到一次 并接受强制治疗 去往诊所同心理医生聊聊为什么会报假案 除此以外再支付500美元的罚款即可 律师叮嘱玛丽 这一年内她必须遵纪守法 不可沾染毒品和酒类 这样的话 前面的记录就会清楚 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看着眉头紧锁的玛丽 律师告诉她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玛丽应该感到高兴才对 可是500美元对刚刚辞职的玛丽来说是一笔巨款 无奈之下 她只能厚着脸皮去找杨母朱蒂斯借钱 并承诺会连本带息地还给杨母 朱蒂斯询问玛丽借钱的缘由 玛丽并不想说 朱蒂斯便胡乱猜测是玛丽怀孕了 玛丽连忙否认 朱蒂斯告诉玛丽 如果想问自己借钱就必须说出理由 否则就自行想办法解决 玛丽正准备离开 朱蒂斯提出 她为何不找单位预置薪水呢 玛丽只得说出 自己辞职一事 原因是她的领导是个混蛋 朱蒂斯不可思议地看着玛丽 觉得这个女孩的生活已经是一团乱麻 她甚至觉得 现在只要玛丽一开口说话 自己就会油然而生一个疑问 玛丽是在撒谎吗 朱蒂斯当场拆穿了玛丽借钱的用意 她已经知道了玛丽被控告一案 玛丽原本觉得此事并不光彩 不想告诉杨木 事到如今 她只好交代了所有 并表示自己需要用这五百美金来支付罚金 最后朱蒂斯答应借钱给玛丽 可她还不忘对着可怜的玛丽冷嘲热讽了一番 直言有时候体质是十分奏效的 能把玛丽这样的坏孩子重新带回正轨 几天后 玛丽来到驾校准备考取驾照 这是她期盼已久的事 起初一切顺利 可就在路口等候红灯时 玛丽看到了一个背着背包的男人从自己面前走过 男人的身形和背包的样子 瞬间勾起了那段可怕的记忆 那些不堪的画面浮现在玛丽的脑海中 以至于绿灯亮起时 她还在原地发呆 一旁的考官大声提醒玛丽 这才将她从回忆中拽毁 黄神的玛丽急忙踩下油门 此时黄灯亮起 心神不宁的玛丽差点引发交通事故 最后 她将车靠边停下 狼狈地逃离了考试现场 晚上 心情烦闷的玛丽来到便利店想要买酒 可是因为年龄未到 售货员拒绝将酒卖给玛丽 她无聊地啃着薯片 等候在便利店门口 不一会儿 来了一个男人 玛丽恳请对方为自己带一瓶酒出来 男人答应了 接着又邀请玛丽上了他们的车 带着她兜风喝酒 玛丽跟着这群社会青年一直嗨到了半夜 当她醉醺醺地回到公寓时 早已过了宵禁的时间 辅导员愤怒地告诉玛丽 根据公寓规定 她将再也无法居住在这里 第二天 被赶出公寓的玛丽无处可去 只能来到了养母朱蒂斯的家中 再次过上了寄人篱下的生活 为了不让朱蒂斯嫌弃自己 玛丽向她保证自己不会待太久 下周就去参加新岗位的面试 很快 就到了庭审那天 受害者玛丽接受了审判 明明是受害者的她 却成了众矢之地 面对法官一系列的提问 玛丽喊泪 认下了这些莫须有的罪名 她失去了一切 代价惨痛 可是真正的凶手却依然在逍遥法外 约监线再度回到三年后 格雷斯的手下通过追查可疑车辆 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一辆白色马自达曾多次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 并且监控成功捕捉到了这辆车的车牌号码 附瓦一眼认出 这辆后视镜破碎的马自达 就是自己先前追踪的那辆 案件终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通过核对 车主名叫麦尔西 并且还曾注册过色情网站 原本有些萎靡的警员们 再次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所有人再次热火朝天地投入了这场战斗中 格雷斯联系了地方检察官 准备对嫌疑人持续逮捕 可是由于缺乏明确的证据 对方检察官表示暂不能签署逮捕令 格雷斯和杜瓦决定亲自去往麦尔西加敦守 晚上 坐在车内的格雷斯 就自己先前的那番话向杜瓦道歉 杜瓦表示了谅解 并坦言 自己也曾有过绝望无助的感觉 但他相信只要坚持就一定能成功 钉烧了整整一宿后 嫌疑人麦尔西终于从屋内走了出来 他的身边还跟着另一位女性 只见两人并未驾驶那辆白色的马兹达 而是启动了另一辆车 杜瓦联盟驱车跟上 一路跟随对方来到了一家西餐厅 待对方用餐结束起身离开后 杜瓦一个箭步冲上前亮出警灰 赶在服务员收拾餐具前 拿到了占有对方DNA的杯子 另一边的格雷斯也带人来到了麦尔西的家门口 两人不停地敲着门 想要确认屋内是否有人 过了许久 里面始终无人应答 格雷斯在确认屋内没人后 打算找人潜入安装摄像头 谁知下一秒 房门突然打开 一个男人出现质问格雷斯有何贵干 好在格雷斯反应急时 以调查入室抢劫案为由 搪塞了过去 在了解情况后 格雷斯则知面前的男人也叫麦尔西 是刚刚出门那位麦尔西的哥哥 那么嫌犯究竟是哥哥还是弟弟呢 又或者是两人联合犯案呢 面对双嫌犯 调查组火速分工 简罗密鼓地展开了追查 杜瓦命人 火速将小麦尔西的茶杯拿去检测 结果显示 样本与案发现场遗留的数据相吻合 案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可其可贺 不过 这项技术存在局限 只能根据歪染色体锁定家族中的男性成员 也就是说 目前还不能排除是哥哥作案还是弟弟作案 麦尔西兄弟俩都有嫌疑 并且兄弟俩都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过 身高和体型也都符合案犯的特征 很难进行有效的排除 接下来 格雷斯的助手整理了小麦尔西女友在脸书发布的动态 发现在这几起强奸案发生时 小麦尔西都有着不在场证明 并且他们也并未驾驶那辆白色的马自达汽车 也就是说 哥哥大麦尔西的嫌疑最大 有意思的是 在某次案发结束后的两小时 哥哥还被拍到出现在了车管所 并在那里更换了驾照 这一举动让女警杜瓦百思不得其解 他觉得 嫌犯精心策划了这起强奸案 结果成功后他应该会有种肾上腺素飙升的快感 为什么要去车管所给自己扫兴呢 莫菲与他而言 换驾照非常重要 突然杜瓦想到 嫌犯这么做 是需要用有效的驾照来买枪 这也验证了他们之前的推测 他的犯罪手段在升级 紧接着 好消息接踵而来 杜瓦的手下查到了哥哥大麦尔西的购枪记录 针对麦尔西家的搜查令也得到了批准 警方开始部署行动 准备将嫌疑最大的大麦尔西逮捕归案 时间线回到三年前 审判结束后的玛丽 按照要求接受了强制性的心理治疗 在心理医生的引导下 玛丽逐渐打开心扉 说出了自己确实遭到侵犯的真相 只是由于执法部门的官僚和敷衍 她才沦落到了这般境地 现在的她只相信自己 心理医生对玛丽的遭遇深表同情 安慰玛丽 这一切不是她的错 是强加在玛丽身上的枷锁 不公正的事很可能还会发生 玛丽坦言 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 自己一定会早点说谎 并把谎言撒得更加完美 她会靠自己解决这些问题 这次的经历告诉她 尽管身边有些人表现得想要关心自己 但如果真相让他们觉得麻烦 或是令他们不便 这些人就不会选择相信 心理医生听完后 忍不住扼腕叹息 这个社会对弱小的玛丽实在太过残忍 画面再度回到三年后 杜瓦全副武装地带人来到了麦尔西家 逮捕了正好来开门的大麦尔西 杜瓦俯身查看了大麦尔西的左腿 确认上面有块胎剂后 命人将其押走 随后警方将一脸茫然的小麦尔西 也一并带走 紧接着 杜瓦来到屋内开始搜查证据 推开阁楼的小门后 大量电子设备 以及标有受害者姓名的光盘映入眼帘 环顾四周 杜瓦一眼就看见了那台粉色的索尼数码相机 一旁的角落里 还有着大量受害者的衣物 以及大麦尔西作案的工具 证据确凿 这回警方终于拨开云雾 找到了嫌犯 审讯室内 小麦尔西一脸懵 格雷斯检查了他的左腿 发现并无胎剂 小麦尔西向格雷斯讨要说法 格雷斯道出 其哥哥是一名连环强奸犯的真相 小麦尔西当场愣住 半嗓才缓过神来 他面露惊诧 不可思议地看着格雷斯 直言警方应该将哥哥枪毙 这样才对得起他们九泉之下的母亲 而大麦尔西也最终承受不住心理的压力 招任了罪行 随后 技术专家破译了大麦尔西电脑中的加密系统 密密麻麻的受害者资料 让在场的警官深感痛心 而在文件夹的最后 他们还发现了一位未曾见过的受害者 格雷斯和杜瓦瞪大了双眼 凑到电脑屏幕前 让他们意外的是 这位受害者看起来是如此年轻 受害时间也是最早的 放大图片中的照片后 这名受害者正是玛丽 格雷斯第一时间 给华盛顿州警局的帕克警探打去电话 告诉他 自己的团队刚刚抓到了一名连环强奸犯 而在搜查物证时 他们发现了一些物品 和三年前帕克未破获的一桩案子有关 受害者名叫玛丽 帕克一听到这个名字就反应了过来 他表示 此案已经撤案 原因是玛丽报夹警 格雷斯一听感到难以置信 再次确认 他们说的是同一位玛丽 帕克十分肯定地告诉格雷斯 就是这个叫玛丽的孩子 他的经历很复杂 这也使得他的性格很是奇怪 帕克用略带遗憾的口吻告诉格雷斯 法律就是法律 他们也是迫不得已才起诉了玛丽 格雷斯有些无语 于是要来了对方的邮箱 决定将嫌犯电脑中存储的玛丽照片 发给帕克 随着加载中的照片越来越清晰 当帕克看到图片上玛丽的照片时 当场实话 张这嘴说不出话来 因为他的失职 彻底摧毁了这个本就不幸的女孩 挂完电话后 帕克第一时间找到格雷斯 他被带至会议室 看着眼前被整理归类好的大量资料 帕克感到无比惭愧 他缓缓坐下 开始翻阅面前这些有关强奸犯的资料 女警们的认真和细致 已让帕克无地自容 在翻阅完所有资料后 帕克怀着沉重的心情找到格雷斯 他想要开口解释 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帕克告诉格雷斯 自己曾极度鄙视那些坏警察 认为他们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伤害了那些本该被保护的受害者 这样的败类就应该被踢出警局 可是现在看来 真正应该滚蛋的是自己 回到华盛顿 帕克第一时间找到了玛丽 在他心安里得的这三年里 玛丽的生活却不尽人意 背负着那些欲加之罪的她 只能勉强在游乐场 找到一份夜场服务员的工作 当再次见到帕克警探时 玛丽没好气地选择无事 看着不停忙碌的玛丽 帕克先行开口 打破了两人间的沉默 他告诉玛丽 别的警局破获了一起连环强奸案 他们在罪犯的电脑中 找到了玛丽被性侵使的照片 一听这话 玛丽瞬间停下了手中的活 忍不住开始抽气 帕克无比羞愧地走到玛丽面前 开始向玛丽道歉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自己怎么错得如此离谱 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重新判断 玛丽擦掉眼泪 冷冷地说道 你回不去了 因为帕克的独职 玛丽重叛亲离 生活充满了艰辛 她本就是个不幸的女孩 却在即将开启新生活时 被帕克打入地狱 在旁人的冷眼中夹缝生存 临走时 帕克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 将玛丽因报夹警而缴纳的500美元罚款 交还给了她 回到住处的玛丽 忍不住打开电脑 搜索起了相关新闻 尽管她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灵准备 可在看到嫌犯照片的那一刻 玛丽还是不由自主地 被带回到了三年前 那个恐怖的夜晚 时间带不走那段可怕的回忆 也无法抚平心灵的创伤 另一边 杜瓦的手下发现 大麦尔西还有一个硬盘无法破解 足足有75G之大 杜瓦下令 必须想尽办法破译这个硬盘 也许受害者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谁知道这个家伙还做了什么 可是 现存的软件无法破译这一加密硬盘 大麦尔西虽然认罪 却拒绝透露硬盘的密码 他提出要求 如果受害者们撤销对他的绑架控诉 那就说出密码 格雷斯和杜瓦只得去同受害者们商量 谁知 当受害者们同意撤销对麦尔西的绑架控告后 对方律师却表示 麦尔西反悔了 他拒绝说出密码 格雷斯很是无语 质问对方律师 这名穷凶极恶的罪犯 有什么资格谈条件 律师却说 至少麦尔西认罪了 他不想因为一个密码 而搞砸一起涉及30人的性侵大案 格雷斯感到有些无力 他不知道 还有多少女性被伤害 很快 庭审开始 先前的受害者陆续来到现场 当他们看到嫌犯的那一刻 被支配的恐惧和不安 再度油然而生 到了陈述阶段 莉莉流着泪 在所有人面前 展现了自己的脆弱 那件事后 自己每天都会感到害怕 尽管身边的朋友们试图帮助他 可他很难再相信别人 整夜整夜的失眠 不仅丢了工作 还损失了大笔钱财 也许 很多人会觉得 那件事只发生在一个夜晚 这么短的一个事件 怎么会有如此深远的影响 可事实就是如此 那名被麦尔西侵害的72岁老太太 也上台向众人说出了心声 人前的强颜欢笑 不过是故作淡定的掩饰罢了 她转向被告席上的麦尔西 问出了那个困扰她很久的问题 为什么要选择她 是自己做了什么 才让麦尔西决定对她下手 因为麦尔西 老太太不敢再给草坪浇水 不敢再窗边阅读 因为固定的习惯 很容易被人盯上 老太太满脸痛苦地斥责麦尔西 因为她自己的生活圈越来越小 生活也不再平静 最后 格雷斯也进行了发言 她希望麦尔西被从众发落 还有许多受害女性 因为某些原因没有来到庭审现场 但这并不代表着她们的漠视 相反 她们比任何人都迫切想要知道结果 如果未来有一天 麦尔西被释放成为了自由人 那这些女性的噩梦将再度开启 她们再难感到心安 与此同时 玛丽也在积极为自己讨回公道 通过修斯律师的介绍 她找到了一名更为专业的律师 想要起诉政府 经过协商 律师告诉玛丽 政府很注重面子 如果她还想继续控告政府将事情闹大 那么政府也不会让她好过 律师询问玛丽 如果想要庭外和解 她是否有一个心理的价位 政府的开价是15万美金 只要玛丽不再追究 玛丽听到这个天文数字有些意外 为家思索便选择了答应 律师笑着表示 自己还可以争取更多 玛丽拒绝了 她坦言 这笔钱已经足够让她离开这里 重新开始一段新的生活 并且她的初衷也仅仅是希望政府承认他们做错了而已 律师再次表达了 她还能为玛丽争取更多权益的建议 玛丽表示 15万已经足够了 她只想让这一切快点结束 很快 法官对麦尔西做出了审判 她被判处有期徒刑 327年06个月 听到这一结果后 在场的受害者和格雷斯 无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逍遥法外的恶魔终于被绳之一发 事后 麦尔西主动要求面谈 她吐槽警方的行动总是滞后一步 才会让她有机会连续犯案 麦尔西得意地告诉眼前的警员 其实她在华盛顿 第一次犯案时留下了很多东西 毛发 体液 还有随处的DNA 其实只需稍作化验 同她的军事档案一比对 就能将其抓获 可是在忐忑不安的等待中 警方毫无动静 麦尔西为自己的成功而感到欣喜 此后继续作案 她沾沾自喜地提醒警察 想要抓获像她这样聪明的罪犯 必须抢先一步 否则她的犯罪只会越来越完美 故事最后 玛丽拿到了15万元的赔偿 考取了驾照 买了一辆车 准备离开这个伤心之地 出发前 玛丽来到了当年报案的警局 见到了帕克警探 她还需要一个道歉 帕克警探看着眼前的玛丽 真诚道歉 恰好此时 另一名负责此案的警探 普鲁特路过 看着眼前的玛丽 她当场愣住 一时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玛丽接受了帕克的道歉 淡淡地说道 希望下次可以做得更好些 说完转身离去 迎接自己的心声 而普鲁特 从始至终都站在角落 只眼未发 没有勇气直面自己的错误 玛丽来到海边 给自己的恩人杜瓦警探打去电话 感谢她为自己伸张正义 让她再度相信 这个世界还存有希望 还有两位努力的女警 在承恶扬善默默复出 远方阳光明媚 玛丽的人生走向了光明 该剧至此落下帷幕 两位女警排除万难 合力追捕罪犯 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展现了女性的团结和力量 这不仅仅是一部简简单单的探案悬疑剧 而是一部赤裸裸的社会写实剧 不同警探在面对案件时不同的态度 罪犯与警探间的较量 受害者投诉无门 凡被质疑后的委屈 无不折射了社会的现实 好在正义虽会迟到 但不会缺席 生活的勇气和对真理的追求 会让一切波云渐日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